大地孕育自然万物 祖先偏手知足 把对于土地的情 对子女的爱代代相传 我父亲生我一条 还跟我干活 还跟我变腊子 我又变腊子 我又买了东西 又来生活 那还得夸去走 修了好几次 修了很修了好多 但是我省不能丢 省不得掉 不能丢这个事 这是我父亲的眼眸 买不到的 他就出百万银 都买不到我这个篮子 这个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更新换代太快了 但是这个快的过程当中 太容易把这个人情 也冲淡掉 所以我们希望 借由这样的一个老东西 和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呈现 让大家把我们慢慢 以前的那个 很有人情味的一些东西 找回来 老街 石板路 木造房或腿皮的土房 每个家每个故事 都堆叠着生活的智慧 大爱淮州故事馆 努力保存了旧物和精神 一单似一条影得来不易 对于以前的 我们所有没有看过的 或者见过的 它是一种匠心在里面 而且以前的一种工艺 其实我们看到或许很简单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老人 老一辈的 老一辈制作出来了 所有一些物品 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 家风 孝岛 盛火 都联合在一起的 这是级别人 上千年的历史文化 传承给大家 请大家 同学们 多多休息 怀口新城崛起的时代动力中 大爱感恩环保科技园区 希望努力留住的乡情 永不熄灭 大爱新闻 真上美之公 四川报道